从画面上可以看到几名男子坐在麻将桌上 手中还拿着写满数字的卡牌 全数遭到警方当作证物带回 因为这里遭到民众检举他们疑似挂羊头卖狗肉 以棋盘社知名进行非法赌博 警方持了搜索票进行埋伏 进入屋内之后果真发现有民众剧赌的情况 根据附近的民众透露 新北市图城区学城路这间棋盘社 常常会有不同的人士进入 附近的民众看都觉得相当的不单 因此向警方来进行检举 警方到场之后带个正招 现场查扣赌资39万6800元 抽头金6300元 赌客总共37人 也因为这次查获赌客人数众多 还要大型的警备车以及机动的吊车 才能将麻将桌等证物带回